高级风俗女对顾客跪地相应 在逐一使用过这一排的润滑和清洗用具后 顾客指着一支的项链表示要送她同品牌的奢侈品 其实一支的项链只不过是地摊火 专业的风俗女不会让顾客下不来台 即使真的收到了昂贵的项链也不好卖出去 还不如多说几句漂亮话 吸引客人下次再来指明自己 如果有些顾客不分真假陷入了过激烈 就会自动将一支的话添油加醋深陷其中 这种顾客就能够不断地为她提供业绩 对于一支来说 没有什么比拿到手的钞票更可靠 这位同事叫蔡蔡美 最近刚从陪酒女转到了风俗夜 她邀请一支一起出去喝一杯 聊起了另一位同事的八卦 对方正在和客人交往 这两个风俗女的价值观出奇的一致 他们绝不可能去和客人恋爱 假设真的有了好感 激发对方情欲 叫去店里 变成金钱不是更好吗 拿不到钱的亲密关系 对一支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这天店里来了一位一支 最不愿搭理的那种客人 年轻帅气 看起来就不可能有钱 大概率是被朋友介绍来感受人生初体验的 是很难成为大金主的那种类型 但一支很快就发现这位小帅哥并不简单 穿的西服竟然是奢侈品牌的高级定制 再看看那手表和项链 可全都是高档货 说不定他是哪家的公子呢 一支瞬间放下了之前的亲密 小帅哥表示自己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 谨慎小心地打探了一下一支的口风 发现他对以往顾客的信息守口如瓶 这才放心地接受了服务 完事后的谈心环节才是留住顾客的关键 小帅哥表示自己也是做服务行业的 并且最近正在为客人的要求感到苦恼 这时一支说起了他的经验之谈 很快小帅哥就把这句话运用到了自己的工作中 他的名字叫做阿乔 是偶像团体中的一员 目前的主要工作是PP出道 以虚拟主播的身份在网络上做唱剑 拥有众多的二次元迷妹 并且有一个在谈的女友 小女友不甘心于地下恋情 选择了爆料他们的关系 阿乔不仅遭到了粉丝们的声讨 遭到了脱坑回踩者的造谣 还被队友指责带给了他们麻烦 阿乔想起了一支的话 赶紧戴上耳机开始弹琴 不理会这些声音自己就不会受到伤害 另一边 一支也因一位恶心的顾客进阶崩溃 牙还没刷完 一支就收到了阿乔要来店里的消息 阿乔这次主打一个亲属 一股脑将所有事都告诉了一支 而一支不仅擅长抚慰身体 还很擅长抚慰人心 像你们这种职业的人 喜欢你的人越多 不同场里的人也会跟着变多 因此对会伤害你的人 即便是粉丝 你也没必要付出真感情 阿乔枕在一支的腿上得到了安抚 外面是巨大的舆论风暴 他却能在这安心地睡着 醒来后内心也得到了治愈 为了表示感谢 阿乔想要请一支出去喝一杯 一支以往是会找理由拒绝这种事的 但对方又帅又有钱 是个很有潜力的金主 这个会员至酒吧是偶像们常来的地方 能很好地保护顾客的信息 一知道这才知道了阿乔的意味 看了他的直播 听了他组合的歌曲 越了解就越兴奋 越喝就越上头 等他醒来时 自己已经浑身赤裸躺在了阿乔身旁 这次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本番才不是这个价格呀 爱逗他房后去找风俗女倾诉苦闷 没想到酒过三巡后不省人事 一不小心把对方带回了自己家 该发生的都发生了 一支觉得自己有点亏了 因为对方付的钱还不够干这种事 可阿乔醒来后 却贴心地给一支送上了自己的衣服 为他泡好了热咖啡 即使要管理身材 也还是按照一支的新一点的垃圾视频 一支终于意识到该离开了 却被阿乔给留住了 反正你的工作是夜间的 就多在我这待会儿吧 一支看对方应该挺有钱 于是还是决定先留下 好好拿捏拿捏对方 阿乔带一支接触二次元的世界 带一支一起打好玩的游戏 一支虽然很开心 但对方却似乎没有要给他钱的意思 一支感觉到了不妙 一支在这时接到了客人的预约短信 他终于有借口离开了 但阿乔却还意犹未尽 非要知道对方的真名才罢休 毕竟一支也知道了他的偶像身份 一支的真名叫尤奈 是一个在孤儿院长大的孩子 从小就认为靠自己赚大钱 才是最重要的事 男人的承诺只是虚假 还不如街边居民楼里 飘出的饭箱来的实际 一支和丽奈小雪市大学同学 找他们出来喝酒时 毫不避讳地说自己在做封锁女 反正这两位的工作 对她来说也算做前辈了 小雪讲起了自己的经验之谈 千万不要去和客人谈恋爱 不然她不久就会因占有欲让你辞职 就算你不和她恋爱 那你之后继续从别人的好意中赚取金钱 也会感觉到痛苦 况且我是为了钱才做这份工作的 因此除非对方是个非常有钱 并且真的非常爱你的人 一支听后醍醐灌顶 只有金钱不会背叛自己 感情什么的可有可无 另一家酒吧内 那位差点陷入牛郎陷阱的小萌 已经彻底清醒做上了美容师的工作 而曾经让她心持神往的牛郎小峰 此时还在尽力讨好着每一位富婆 阿乔在这见了她的经纪人 询问恋情被爆后该如何处理 经纪人让她不要在意 对比那些对粉丝下手的 违法犯罪的 你这种正常恋爱分手的 也就屁大点事 经纪人让阿乔先努力做出一首曲子 当你能用作品说话时 这些舆论就对你造成不了多大伤害了 另一边 刚完成夜间工作的一支 还在故作娇羞地拿捏着有钱客户 找黑先生瞬间被夸得心花怒放 当即想把一支约出去单独约会 但绝不是像阿乔上次那样的白嫖约会 找黑先生会提前向店里交上足够多的钱 这才是一支会不假思索答应的顾客 阿乔依旧在不停地发信息约一支出去 一支之前也见过很多这种顾客 明明就不会再来店里消费 只是觉得风俗女做这种工作所以好得手 才想趁机和自己发展关系 虽然一支是这么想的 但他还是口是心非地赴了约 只是想搞清楚这个爱豆到底是什么想法 果然对方吃完饭后就邀请一支去他家 一支瞬间怒了 去你家干嘛 做那种事 然后又私混到第二天吗 这不就是火包友吗 或许你和那些小迷妹就是这种相处模式 但我可不愿意这样 阿乔连忙解释自己没有不怀好你 因为他的前女友突然提分手并将自己曝光 还放出很多谣言导致他被网暴 他都要变得有些不信任女人了 但一支却十分可靠的 在他沮丧的时候给他建议 就赎了他 为此阿乔表示自己是真心实意想要和一支交往 听到要交往 一支的怒火更胜了 交往 你说得到轻巧 你可别想我和你交往后就辞职 我都下定决心了 要在返校之前能赚多少是多少 你却什么都没考虑过 一时脑热就随便说出这种话 一直冷静了下来 觉得自己确实是误会了对方心意 他有些愧疚 又看到阿乔戴上口罩的样子确实挺帅 并且今天这餐的消费也证明了他的财力 于是便牵上了阿乔的手 慢慢陷入热恋的一支 因为和偶像的地下恋情变得更加上头 偶尔装成粉丝在直播间发弹幕更是刺激有趣 可一支却因开始恋爱 在接客时逐渐变得漫不经心 而阿乔的狂热粉丝 也在他的动态中发现了蛛丝马迹 男爱豆被前女友曝光恋情 导致粉丝大批亮出坑回彩 来风俗店被风俗女安慰后 又成功追求到了对方 一直没追过心 不懂饭圈 抱着支持男朋友的想法 用自己的账号在阿乔的直播间刷了礼物 下播后阿乔连忙走出房间 让一支以后尽可能别在他的直播集社交平台出现 因为粉丝是需要幻想的 你不能再被他们发现了 从这以后 阿乔外出参加任何活动和应酬 都会提前向一支报备 甚至还给了他家中的备用钥匙 让他随时可以来着 虽然恋爱让一支感受到了真实的温暖 但他也因此难以再像以前那样面对客人 特别是这种接受服务后 总是要故作深情淫湿一手的客人 晚上和爱豆男友一起做晚饭 约定好休息日一起去买情侣餐具 担心会被粉丝认出 想到了变装的方法 这种情侣生活能让一支在高压工作后得到放松 阿乔表示其实现实中很难会遇到不理智的粉丝 真正可怕的毒瘤粉基本都是在网络上 一支你不经常上网 可能不会明白这些 其实一支是懂的 毕竟店里的论坛上 就总有人写点有的没的 但他却没和阿乔分享这些 果然关于工作上的事 他还是很难对男友启齿 阿乔有许多出高中粉丝 这个叫星音的铁粉就是其中之一 他会将自己打工所攒下的钱 全部用来支持爱豆 晚上阿乔直播时 星音会一边送礼物 一边发着应援弹幕 当阿乔感谢他时 就好像自己喜欢的爱豆就在身边 他非常在乎爱豆的事业 经常关心阿乔的涨粉情况 这天他就在阿乔的粉丝列表中 发现了一个不正常的头像 点进去竟发现对方是为封锁女 星音吐槽着爱豆有人气候 粉丝质量就会随之下降 丝毫没意识到这就是他嫂子 最近阿乔所在的组合要开演唱会了 在结束后还会有零距离的签售回 可惜星音剩下的钱买不了几张盘 这样被抽中的几率小得可怜 和很多艺人一样 一支就是阿乔的灵感谬思 和他恋爱后心灵得到抚慰 灵感也随之爆棚 写出歌词后第一时间就拿给女友品贴 这与店里那些糟老头子的歪事不同 还颇有情诗的味道 阿乔已经为这首次苦恼了很久 但他现在只要想到一支 此就能自然地浮现出来了 一支为阿乔提了些建议 阿乔给一支送了张演唱会门条 是在亲属席 这首歌应该来不及在演唱会上唱 但阿乔保证等成品出来后 会第一时间唱给一支听 这晚一支付了一个大主顾的约 对方想在下周日包一支一整天 并开出了非常丰厚的价格 由于那天恰巧是阿乔的演唱会 所以一支拒绝了 回去的路上一支非常苦恼 他自从恋爱后挣的钱越来越少 恋爱的时间都是用少接待客人换来的 一支总是忍不住想 如果那些时间都用来上班 能多挣多少钱呢 更何况他现在面对客人 又没法像以前一样轻松地接客了 虽然他现在挣的钱还完住学贷款后 存的钱也暂时够用了 但他如果以后还想和阿乔谈下去的话 就会很想辞掉现在的工作 但是如果那样的话 他复学后就要去做 时薪只有一千多日元的兼职 像普通学生一样生活 他之前计划着靠这份青春饭 迅速拥有大笔存款 却因有了个爱豆男友而停止了脚步 果然阿乔不久后就开始让一支辞职了 只要他搬来和自己住 就能省下一大笔租房的钱 现在组合的CD开始售卖 演唱会也将举行 阿乔保证自己以后有能力能养一支 可一支的心理却开始打住了 我和他今后真的会一直在一起吗 就在一支犹豫的时候 服务员为他们端上了一瓶红酒 阿乔为了感谢女友给他带来灵感 特意破费庆祝 除了工作时客人的虚情假意 一支从小到大 还没有人特意为他花钱庆祝我 一支此时是打心底里的开心 阿乔提议再买一瓶放在家里 等下次再有什么好事发生 他们就一起打开庆祝 一支将红酒拍下 放到了自己的社交平台上留念 最近阿乔的直播数据很好 他没把这归功于自己 更没把这归功于粉丝 而是归功于了一支 是他调动起了自己的情绪 是他给了自己无限灵感 队友们都劝他谨慎 恋爱可是我们这一行的绊脚石 就在这时 阿乔与一支恋爱的消息在网络上被挖出 一切都因为那张红酒的照片 粉丝将酒瓶放大 在玻璃的反光里看到了阿乔的道路 与阿乔直播时的蛛丝马迹一对比 粉丝确定了这个风俗女就是他们的嫂子 爱豆写出了一首新歌 特意买了一瓶红酒要和女友庆祝 女友一高兴拍了红酒分享 没想到粉丝却在酒瓶的反光中 认出了爱豆的道理 下世间 所有粉丝都化身为柯南 阿乔和一支的同款被一件件挖出 两人的恋情已是雷神之锤 粉丝重新品味了哥哥的新歌歌词 才明白这是在描写在风俗店工作的一支 女友粉们得知消息后纷纷破防 这个叫新音的高中生铁粉也不例外 他哭着跑回自己的房间 将哥哥的周边砸倒 将哥哥的海报撕掉 撕心裂肺地发誓自己一定要脱粉 可就在这时 新音的手机收到了签售会中签的消息 爱豆的单身人设崩塌后 除了自己的事业受到影响 他的女朋友也一定会遭到攻击 粉丝们挖出了一支的工作信息 一窝蜂地跑到他事务所的留言板下 辱骂网报 甚至有粉丝开始造谣 说一支当风俗女时经常会泄露顾客信息 这给他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阿乔的态度是先保持沉默 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 给粉丝自我洗脑的时间 给公关想出应对方法的时间 这才是最好的选择 但一支这个暴脾气可受不了 他立马开始截图保存 阿乔粉丝造谣及人身攻击的证据 随时准备起诉 阿乔立马上前阻止 这些人可都是我的粉丝 你告他们会对我的整个组合都有影响 不懂饭圈的一支怒了 怎么了 恋爱又不违法 现在明明我才是受害者 我不能因为这群所谓的粉丝丢了工作 一支最讨厌嘲笑他生存方式的人 即使是风俗女也是一份正当职业 他痛恨自己的生活成为别人的谈子 阿乔恳求女友考虑一下 他正处于上升期的事业 并表示自己将开泄罪直播 因为他是在贩卖偶像人社 必须好好应对来挽回自己的形象 一支看不起爱豆洗脑式的吸粉方式 让女友粉们做梦 激起对认可的渴望 让他们觉得付了钱就能获得幸福 阿乔为了维护自己的粉丝 说一支不懂得为喜欢的人 无理由付出一切的感受 指责他被金钱所洗脑 所以至今才不愿为了这段感情 放弃风俗女的工作 一支这才明白 阿乔当初之所以能不在乎他的职业 给予他爱和关怀 是因为对方给了他 对于所有粉丝一样的 无差别的爱 现在他才发现他们三观不合 这段感情是彻底走到了尽头 事务所也因舆论风波 不得已将一支冷藏 一支绝对无法原谅 那些疯狂粉丝的行为 泄露隐私 造谣诽谤 人身攻击 造成一支名誉受损 律师表示可以通过这些进行上诉 但需要一支付出不少费用 并且成功率也不会太高 但一支还是坚持要告阿乔的狂热粉丝 一支之后申请了复学 果然他做不到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别人身上 也许从一开始就没有可以依赖的人 既然钱都花了 票都买了 签售名额也中了 新音还是决定来告别一下在托粉 爱豆的演出果然是精彩又热烈 粉丝们想着托粉 脸上却还是忍不住露出了笑容 我慢 小朋友们哪有什么辨别是非的能力 哥哥随便解释一下 立马就又留住了他们的心 在签售时原本想说的我要脱粉了 也在近距离接触到哥哥时 说成了我好喜欢你 恋爱风波对阿乔偶像事业造成的影响 很快就被时间和粉丝的自我洗脑冲淡了 虽然一支不在店里工作了 但他还是偶尔会和前同事蔡蔡美出来喝一杯 蔡蔡美非常理解一支的遭遇 因为他之前也和喜欢的乐队成员恋爱 并且正是对方导致他在深渊中越陷越深 20年前 18岁的非主流女孩第一次来到东京看乐队演出 仅仅是这一次就让叛逆女孩上头 他选择了离开家人 放弃本就不好的学业 通过陪酒女的工作在东京生活 只为了能在这多看一些演唱会 一次 一个小乐队的成员成为了蔡蔡美的顾客 明明没有什么才华 却靠着一张嘴吹得天花乱坠 什么正在和大制作合作 什么明年就要上电视了 什么巡回演唱会即将开始 只需要一个闲内助支持他就能成功 出于从小对乐队的崇拜 蔡蔡美成为了他的女朋友 靠不断在会所打工支持着他的音乐梦想 此时的蔡蔡美年轻有资本 靠陪酒女的工作挣了不少钱 她想要的东西都能买得起 赚到了同龄人所不能及的财富 所有人都在夸她 人生快活的不行 偶尔碰到一些手脚不干净的客人 想趁机开一把油 但这个时期的蔡蔡美 还有拒绝的底气和资本 她只需要依靠自己的外貌身材 带来的魅力 就能轻松获得客人高昂的小费 可26岁这年 蔡蔡美就遭到了年纪带来的冲击 指明她的顾客开始越来越少 果然18岁的妹子才最受顾客喜爱 但好在她就要和男友结婚了 以后也不准备再干这行了 可这却遭到了同事的鄙夷 你要和那个搞乐队的结婚吗 但钱都是你给她的吧 蔡蔡美不断为男友解释 毕竟她一心都扑在音乐上 这个说着想要和奈奈美结婚的男友 现在又死皮赖脸的来找她要钱了 乐队男友前段时间 才刚要了一笔用于周边定制 现在又非要买一把新吉他 说这是能传达出 她灵魂呐喊的唯一神奇 蔡蔡美最终还是想为男友的梦想买单 但是她到了这个年纪 在店里只能凭坐冷板凳 经理找她来谈话 给奈奈美指了一条名路 高级风俗店 风俗女的工作 一星期就能挣到普通打工人一个月的工资 想要在短时间挣大钱 为男友实现音乐梦想的奈奈美走上了这条路 转眼间 奈奈美就30岁了 那个曾经和她一起去看演唱会的闺蜜 突然给她发来了要结婚的信息 而她那乐队男友说想结婚的诺言 只不过是想拴住她的谎言 奈奈美最终用自己的青春 时间和价值观 堆砌起了一堆假象 这些假象随着她回家后 发现自己被养了十年的软饭男抛弃 而轰然倒塌 曾经绚烂的幻想世界在奈奈美眼前消失 无所适从的她继续在东京做着风俗女的工作 直到40岁时 她的父亲去世了 母亲让她回到老家 她的房间被父亲很好地保留着 全是未成年时非主流追星的痕迹 回来奔丧的奈奈美对独居的母亲很不放心 同时她也想放下过去开始新生活 于是决定了回到家乡工作 没学历的她只能先当起了清洁工 光是通勤就要一个小时 工资也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一 这种体力工作也不适合手脚步麻利的奈奈美 她终于再一次又一次迟到后放弃了清洁工作 果然人还是最适合自己擅长的东西 奈奈美最终在老家又干回了陪酒女的工作 但小县城酒吧的档次肯定是不能和东京比 时薪没有在东京高 客人也几乎都是一些糟老头子 明明只是单纯的陪酒工作 还要经常被手脚步干净的老头开油 可她已经不再年轻 又不想去干体力活又没有其他特长 只能选择忍气吞声 在这里她碰到了一个客人 无意间看到了对方的壁纸 对方的妻子竟然是那个 年轻时曾经和她一起追乐队的闺蜜 并且他们已经有了孩子 奈奈美挑明了身份 好让对方别再有非分之想 没想到闺蜜老公竟然更兴奋了 就在这时店里18岁的头牌 穿着连衣裙光彩照人的走了进来 店里所有顾客的目光瞬间就被她所吸引 奈奈美原本以为自己还能晒下十几年前的衣服 至少身材没有走样 但现在看来 她还是被小年轻彻底比下去了 对啊 年近40截然一身回到家乡 人老猪黄了谁还会要她 就在奈奈美陷入惆怅时 一个年轻的 看起来就斯文败类的顾客叫醒了她 风俗女准备要进行泡泡浴服务 她先将浴缸放满水 用手确认好水温 让客人进入浴缸泡澡 接着菜菜每条配好 急润滑与清洁为一体的液体 将水床扳下 并铺好毛巾 将之打湿 最后用准备好的泡沫增加情趣 泡泡浴服务就可以开始了 菜菜每年近30时 为了支持乐队男友的音乐梦想 而走上了这条道路 虽然她随之被这个软饭男抛弃 但其实在遇见男友之前 她只是一个找不到人生意义的女孩 菜菜每17岁生日的时候 因为不想长大面对成年人的苦恼 所以就想着在25岁之前一定要自杀 可等到25岁生日时 她又觉得应该快乐无悔地死去 就把死期拖到了30岁 30岁的时候 奈奈美的男友背叛了自己 她又不想再死的时候留下遗憾 于是发誓 明天再死也行 但现在得先过好今天 讽刺的是 她人到中年 也没有找到人生的意义 就这么苟且偷生着 奈奈美去看了年轻时喜欢的乐队 虽然演唱会本身很有意思 但由于没有朋友陪伴 身边又都是年轻人 35岁的奈奈美重拾起17岁时的爱好 竟连一丝从前的快乐都感受不到 恍惚间一抬头 菜菜每撞见了一条自我救赎的道路 占卜 你是不是很不快乐 是不是时常感觉孤身一人 神婆的套话把菜菜美哄得一愣一愣的 从此以后 菜菜美帝大部分时间和金钱 就上贡给了神婆 让她为自己指点迷津 指引道路 线上收费 在线解答 随时随地让你获得神的旨意 40岁的菜菜美回到老家做回了陪酒女 神婆说在不远的将来 她会有一场命中注定的邂逅 一味能注意到她魅力的男性将会出现 并将她带往美好的方向 此时恰巧就出现了这样一位男性 一般人可能会认为这是托 但没有人生方向的菜菜美却认为这是天意 眼镜男用不经意的肢体接触试探她 菜菜美没有躲避 却从眼神中透露出了自卑 眼镜男立马用同在东京工作过的话题和她拉近距离 并通过夸赞获得菜菜美的好感 之后再用油腻但有效的套路让这个中年女人心动 第二天 朋友性子来找菜菜美倾诉 她的老公最近时常也不归宿 怀疑对方是不是出轨了 其实菜菜美知道 性子的老公只是喝断片了 一整晚都睡在她工作的酒吧里 但她答应了要为顾客保密 因此并没对性子说出事情 只是对好友说了些安慰的话 凌晨下班前 老板娘叫了菜菜美一起小酌 菜菜美敢开启自己上了年纪 更年轻又好看 代科又厉害的18岁小姑娘完全没法比 老板娘的话缓解了菜菜美的年龄焦虑 她将这件事告诉了神婆 神婆掐指一算 她从这位老板娘身上感受到了异常的波动 老板娘的身后有一个巨大的黑影 估计是个男人 老板娘这是被脏东西缠身了 菜菜美突然想起 老板娘最近经常说自己肩膀痛 难道是因为这个吗 神婆立马表示自己能够去领 但是必须让老板娘相信她 老板娘这种见多是广的自然是不幸的 因为她以前也遇到过说她会有不幸 拿出50万就能够化解了神棍 菜菜美极力解释这个神婆是真的领 但老板娘却只是让她别把这些话跟客人说 以免吓跑他们 神婆想发展新客户的如意算盘就这么被打破了 菜菜美回到家又已经是凌晨 母亲一直没睡等着女儿回来 她对女儿摊牌了 其实她一直都知道菜菜美在做什么工作 只是没想到菜菜美回家乡后还是执迷不务 女儿依旧是那个爱撒谎的小女孩 说回乡是为了多陪陪老母亲 结果还是整天都见不着人意 母亲对女儿失望了 准备住到养老院去 这样既不会打扰到菜菜美 自己也更快活些 至于这座房子 菜菜美爱住爱卖都可以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 菜菜美又接着被店里18岁的小妹妹数落了一番 她让菜菜美不要再在工作的时候默许客户开邮 这里只是一家小酒馆 经不起客人这样折腾 也经不住菜菜美默许后给其他陪酒女带来的影响 身边的人接连否认了菜菜美 她也悲观地意识到 自己活了这么40年 却什么名堂都没活出来 眼前漆黑的路是回家的路 却没人在那等着她 就像她的末路一样 菜菜美选择了赴眼镜男的约 到另一家深夜小酒馆喝酒 对方是唯一不断给她带来认同和夸赞的人 是神婆说会给她带来转机的男人 因此面对眼镜男的所吻 菜菜美没有躲避 反而转眼来到了小旅馆 人过中年的命运 真的会因一场桃花改变吗 女人年过四旬都没有找到人生的意义 听信神婆的占卜 接受了最近的桃花运 听说对方能将她引往正确的方向 年轻油腻的眼镜男 问菜菜美为什么不愿意开灯 她回答是因为自己人老猪黄没有自信 菜菜美娇羞地笑了 这种情绪价值的给予 或许真能给人带来正向的能量 早上走出酒店 眼镜男只是告了个别 便走向了上班的方向 菜菜美有些失望了 那么多不顺的事在菜菜美身边接连发生 她痛苦到笑不出来 这种时候 就算她知道对方只是在恭维自己 还是会忍不住陷入依赖 但是很快 甜蜜的假象就被戳破了 这天信子拉着菜菜美来居酒屋 找老公出轨的证据 结果被他们蹲到了 信子老公和眼镜男来喝酒 这两个人是同事 一直在聊工作上的事 闺蜜俩听着都放心了 菜菜美甚至都开始构想未来的长远发展了 直到他们说起了回东京的事 眼镜男对这段艳遇大谈特谈 反正菜菜美长得还行 并且她那种年纪的人 又不麻烦又方便 更何况做她那种职业的人 轻松就能搞到手 信子这才明白她这从东京回来的朋友 是在她老公常去的小酒馆工作 两人偷听完这段对话变得异常尴尬 菜菜美将饭前留在了桌上 她现在只想赶紧逃离这个地方 而眼镜男只有在发现 她的一瞬间表现出了惊讶 随即又变得一脸的无所谓 反正她只是少了一个免费的床扮而已 菜菜美哭着在路上狂奔 她年轻时被软饭男骗走了 十年的青春和金钱 人到中年又被斯文败类的眼镜男欺骗了情感 为什么她的人生总会变成这样 明明她一直按照神婆所说的保持微笑 却始终没有得到幸福 又一次的占卜连脉 神婆表示一定是因为 上次没有将脏东西清除干净才会这样的 她这里还有更厉害的法器 可菜菜美已经醒悟了 她无论笑得有多好 接受了什么治疗 都完全不能改变现实 甚至会变得更糟 另一边的性子依旧选择逃避 她不怪菜菜美对自己的隐瞒 虽然她无法原谅对老公留恋于小酒馆的事 但她为了孩子还是不能选择离婚 只能这样糊糊涂涂地继续过下去 等菜菜美回到家 竟发现母亲不仅没去养老院 还给她做好了一桌晚饭 菜菜美想坦白自己在东京的真实职业 想将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母亲 但母亲其实已经清楚了 她知道将那些经历说出 只会是对女儿的二次伤害 母女俩安静地吃完了晚饭 性子随波逐流地过了大半辈子 才发现最关心自己的人就在身边 她和性子一起回了一趟东京 听了二十年前最喜欢的乐队的现场 过去的一幕幕闪现在眼前 每一句歌词都像是菜菜美的人生写照 又一次回到了东京 菜菜美约出了一支酗酒 对方现在也不做风俗女了 靠奖学金和零工维持生计 准备好好学习 毕业后去一家稳定的企业工作 感谢那场与爱斗男友的风波 让她得以在那个行业脱身 菜菜美身有同感 要靠自己决定去舍弃什么的时候 才是最困难的 菜菜美如今在老家白天晚上打两份工 虽然辛苦点 但也学会独立了 人生本就不需要去追寻 和依附什么所谓的意义 所经历的所有欢笑和痛苦 本就带着她自身的意义 珍惜当下 活着就很好